香港地少人多 要儲三十年前才有樓主? 逃犯條例是為公平正義? 香港不夠地 要用一萬億起人工? 喂!別亂說 本土研究社 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 建立民間力量 公關權貴利益輸送 我們迎頭痛擊 彈頭學者混淆視聽 我們見招賊招 前夜考察 挖掘檔案 逢星期三晚八點半到九點半 本土研究社感露感燃 好,回來我們最後一節 今晚的彌敦道證交所 請來楊健興 楊健興有很多身份 他是時事評論員 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記者 現在也是眾新聞的主筆 另外一個身份 有時你見到他接受訪問 就是記協主席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人天真天真 有些人不再天真 最近爆發了一個 逃犯條例修訂 令人人自危 還有講到齒層層 第一,他說特區政府是建議的 即是林鄭攬上身 他們的建議 林鄭很有同理心 有人去台灣殺了自己 有香港人去台灣殺了自己的女朋友 這個疑犯現在是香港 就怕他離開 一定想辦法送他回台灣 牽一發動全身 打開了潘朵拉之門 開了潘朵拉之門 原來引渡這家 會有這麼多問題 而大家最害怕的 就是引渡回大陸 而香港不少人 無論你有錢或沒有錢 多多少少都會回大陸 要是做生意、做工 或者去採訪 大陸的遊戲規則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非常多潛規則 潛規則就是要花錢 就是賄賂、貪污 特區政府就說 怕你們這些人是害怕的 我已經把46個罪行裡面 減了九個 九個 就是遷就商界 但是有一條沒有選擇 商界怕的是 貪污罪是沒有刪除的 商界就很害怕 而且 整個系統這樣做 除了引渡到台灣 引渡到大陸 還可以引渡到澳門 香港富商劉聯雄的大樓 馬上申請司法覆核 他們說得很出面 很少見商界是這麼出面的 這些事情 好了 這班有錢人很害怕 但是我們傳媒工作者 一樣都是很害怕的 因為 始終傳媒 寫悔過書簡單 寫悔過書 以前是很簡單的 因為想著寫了就能走 想著未必會追究 回到香港 起碼感覺上會安全一點 是 但是 修訂了之後 就真的 很多事情 你可能過往想到不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過去那幾年 都有些事情 你完全沒有想過會發生 沒有想過會發生 即是來泰國 你在香港 然後突然間又回到大陸 突然間又可以回來 這樣 那麼 很多 過去 一些 新聞工作者 都中過招 我們 認識的 情場 這樣 遊走 中港台 做中國新聞 很多時候都去台灣 去內地 接觸到很多 各種各種 很複雜背景的人 有些 在政府 有些可能不知道 什麼的機構 你都不知道 什麼的底細 有各種各樣的聯繫 可能有些資料上的東西 大家討論的一些問題 交換一些意見 你給一些看法 那個記者本身的工作 其實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 當然 有些議題 可能就不會很複雜 或者沒有敏感 你跑娛樂新聞 照樣都不會說 怎樣中什麼 不是 都是 他瘋你上來 你不知道他上去哪一個 對 實際上 因為 始終現在香港的格局 就是差不多 你瘋了飯 其實都不能碰到內地 你剛剛說 我們說娛樂 娛樂 電影 其實真的反而 可能現在和內地 都很多 騰幸瓜瓜能騰 那位 什麼冰冰 就是范冰冰 是的 他那些合約 你會不會香港 有人 有人 上山 所以 我們都沒有很多 留意 其實除了商界 新聞界 娛樂界 娛樂界 其實都出聲 他們對這個條例 當然 很多 都真的 北上發展 各種各地合作 不方便 怎樣公開說 但你問到他們 其實都很害怕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他們的工作上 其實跟內地有很多的接觸 為什麼一碰到內地 那裡 就害怕 就是因為內地的制度 那些程序 有時候你都不知道 那條線在哪裏 那條法律 是怎樣 法律寫了一件事 但執行來說 是完全另一件事 他們自己都說 有法不依 各種各樣的事 各種各樣的問題 他們承認 他們自己都承認 那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 其實我們現在 直接會看到的 一些高危 或者都怕出事的 商界 新聞界 或者娛樂圈 其實都有出聲 你說那些專業人士 不怕嗎 現在很多一些專業公司 專業行業 其實很多內地 很多行業 其實都內地 有一些什麼 你難保 就是在他們那個 工作上 各種各樣的事情 就是 碰到都不知道什麼 得罪了不知道什麼人 或者捲入了 不知道什麼 很複雜的 一些 鬥爭 糾紛 之類的 是 那你就開了一條門 到時候 如果他要 那把刀 要剁在你那裏 要找你開刀的話 就 萬劫不復 真的 真是萬劫不復 所以 我們 中文說 死了 不知道什麼事 死了 所以 很搞笑 你看到商界 最害怕 都不太理你 政治不正確 其實都 有人開聲 沒有開聲的會更多 沒有開聲 那些 就去慫恿 譬如找到田巢 喂 不行啊 你開聲啊 你不怕 你狂啊 你說了沒事的 梁振英下台了 是不是 你狂啊 那些 真實 你撕你肉 是痛的 我有朋友 就是不回大陸 絕對 不是什麼政治原因 承認示威 所謂搞搞鎮 爭取普選 我相信 他好像也罵過陳建文 以及戴耀廷那些人 他不敢回大陸 不是因為政治理由 而是 在大陸的生意 不行 那就倒了 他聲稱就是 被人穿跪通底 搞到他們虧本 沒辦法了 現在搞到原來欠這麼多 走來香港 覺得香港安全 我最多今世不回大陸 我發誓今世不回 培鄉政也不足 他覺得香港是一個 安全的地帶 現在你這樣搞了之後 變成下來了 以前一句說 去到香港就行了 好緊 回到香港就行了 現在已經不響了 這句說話 這個我想就是 為什麼今次 整條修訂 引起了這麼大的爭議 有些人這麼害怕 就是 和我們 初初真的很天真地想 九七之後 有一條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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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湖 羅湖以北 羅湖以南 那你 你感覺上 就是 香港 回來香港 就是一個很安全 有個制度的保障 人身安全 各種各樣東西 這樣 但是你現在告訴我 就是說 喂 修訂了之後 可能不知道 哪個中 內地 哪個 哪個部門 這樣 要拿人 對個要求 給我們的特首 特首 你信不信得他去過 他上面 說了各種各樣東西的時候 就是 說要這個人的時候 特首幫不幫你頂呢 他 拼不拼得過呢 我想很多人會覺得 拼不拼 拼不拼的話 你就不要搞這些東西了 你說要搞台灣 你就搞 你 改例也好 什麼都做好 就搞好台灣 你不要搞大陸 我想始終去到那個 很根本的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要問回 1997年之前 其實當時的政府 都已經這樣決定了 就是說 不要包大陸 嗯 因為當時的各種各樣制度 各樣東西未得 嗯 現在得 是不是得呢 現在改變了 包大陸 是不是得呢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嗯 是不是這個制度已經得 當時擔心的一些 人權 法治 司法 公平審訊 那些問題 現在是不是已經 不是問題呢 嗯 我想政府自己 都不敢這麼說 嗯 是不是 我們就好像看到 譚慧珠 梁愛思 說什麼 楊光司法 還是什麼 點楊光司法 司法 不知如何 已經改革了很多次 嗯 我心想 你的制度 你的制度 可以那月壞 喂 他們那些說 什麼 朱姐 師姐 說這些 大陸都不敢這麼說 他都承認 他自己 這個司法系統 裏面有很多問題 是啊 我想 你香港政府 覺得可以的 你不如說回 梁愛思 譚慧珠那些說話 公開這樣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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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都說不出的話 就是 我想就 啊 我想到這個界 到這個 今時 就是上了立法會 一讀二讀 然後接著發案委員會 希望親完之前 通過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 林鄭玩什麼 烈火 剛才你說林鄭想出來 有些朋友說 這壹事都不知道 什麼頭什麼路 內地 究竟是誰在說事 究竟是否國安系統 公安系統 還是國務辦 還是什麼什麼 等等 香港 林鄭 有沒有想得 有想得多透徹呢 我們看回整個 整個立法程序 我自己跟了政府這麼久 這個立法程序 都真是 那西咧咧 什麼都有 老實說 沒有諮詢 後來就說 廿日諮詢 廿日諮詢 如果是這麼重要的事 只有這麼短時間 二十日諮詢 一個月都不夠 那我們不天生 因為這些這麼大的事 一定不是香港內部事務 牽涉於這個兩岸四地 只及全世界的事 如果中共官方不批准 就算你是林鄭真 是自己寫紙上去 打個電郵上去 或者打個電話上去 上面不批准 你怎麽會做 怎麽會做 即是沒有人會天真 到是林鄭想出來 還有現在大陸各樣的表現 是想令到台灣這個民進黨政府 步步 即是舉步為奸 現在整理 因為如果交到台灣 大陸認為台灣是中國管轄地區 如果台灣吃了這個疑犯的話 即是承認 你知道蔡英文一定不會承認你是中國管轄地區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都不想是 名義上是中國管轄地區 這是一個現實 那你現在要這樣 台灣肯不肯制呢 是不是 林鄭提出所謂同理心 是否真的幫到這個受害人的家屬 還是害了他 你搞到這麽洋這麽大 台灣當然不要了 你換了國民黨也未必要吃得下 是 吃得下這件事 那你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即是香港記者行家的信心 現在是更進一步大跌 已經不是很好的 告訴你 一向都不是很好的 認識不少人被人抓過 那這個調查就反映了些什麽問題呢 我想香港新聞自由都真的 過去都有一段時間 其實都是一路下滑 一路都去了一個低的水平 那這次我們做的 比較特別的 反而是公眾 公眾還跌得很厲害 公眾的比分 對上一年還跌了兩三分 都是45分 比之前是47、48 傳媒工作者就一直都是低的 輕少少上上下下 就變化不大 我想大一個格局 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中央政府一路都是這樣加強 就是對香港的控制 那個反映了在對一個兩制的信心 對香港政府的信心那些問題那裏 為什麽對政府的信心都是低呢 其實我想就是覺得香港政府 在維護香港自己的制度那裏 做得不夠 就是你在一些民主問題 你在一些表達自由 討論一些事情都不行 校園講一下港獨問題都不行 講一下都不行 然後就傳媒 所以越來越多老闆 是跟內地各種各樣的關係 覺得傳媒就漸漸染紅的了 越來越少一些 真是我們過往所謂一些 獨立一些的 比較知識分子的 真是做新聞的 而是越來越覺得是 變成一種維穩建制的一種工具 整個媒體的生態在轉著 然後下去就是說影響了報館裏面的 有時候有些運作 做什麽故事不做什麽故事 港獨的事情做少些算了 或者某些人找少些算了 一種這樣自我審查的一些問題 整個氣氛的一些問題 以至於整個 都拉到一些傳媒的經濟經營環境 越來越難做 難做的話 就得回一些 有些財政資本 那些可能是有一些背景的 想做某種喉舌的媒體 剩下的 即是想領工 我想整個媒體也好 公眾也好 都對整個傳媒的看法 都是灰一點 變成反映在一些調查中 其實你所說的 香港傳媒工作者 對新聞自由的信心是下跌了 香港市民對新聞自由的信心也是下跌了 這些事是空月來風絕對是有因的 過去一年裏發生了幾件事 譬如說是關於港獨的問題 港獨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作為言論自由 絕對是可以討論的 絕對是可以討論的 基本的事情 很多人都多事不如少一事 真的害怕了 還有 FCC 即是國際記者俱樂部 副主席馬海請了陳浩天 香港民族黨 即是前香港民族黨的主席 上去講話 這段話 本來也沒有人看 但是搞得越搞越大 越多人看 他的Facebook直播是破紀錄的 破了FCC的紀錄 之後馬海工作證沒得續 進來香港旅遊也沒得談 這件事是影響的信心很大 還有一些人故意混淆 報導這件事 就等於同意那件事 和鼓吹那件事 這些是非常混淆視聽的 讀新聞的都是這樣說的 現在做了議員 真的 真是可憐 掩著良心 我訪問你 就等於我同意你的意見 我訪問你 因為你有見地 這些見地 你有你的看法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是知道的 不等於我同意你的 你甚至可以挑戰他 可以挑戰他 即是本節目 這個彌敦道證交所訪問過 不同派別的人 什麼人都有 是否等於我叫建制派上來 等於我同意他的看法 當然不是 大家可以分享 你現在用這些訪問等於同意 他們的心態就是 傳媒的責任就是 宣傳的 OK 那個就是反映了整個 一些基本的想法 那個問題 那個其實是很大陸的 很大陸 大陸就是這樣看媒體的 香港從來不是這樣看媒體 就是 媒體就是我們所謂的四權 所謂的監察者 第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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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監察者 不是為某一些人宣傳 無論是政府也好 政黨也好 如果我訪問你 或者我覺得有新聞性 公眾對你有興趣知道的話 不是說幫你去宣傳 而是 而是 我是用新聞工作者這樣 了解一下 你的想法是甚麼 然後問你 你的想法是否有問題 可以不可以的 有一種 有另一些 這樣的看法 那個我覺得才是新聞工作 就是要 你就是要去質疑它 又質疑它 再把這件事更加完整一點 去說出來 又不是說 由得它說的 由得它說的 那些不是新聞工作者 他們是公關公司 他們是廣告公司 所做的事 OK 但是這種啟發 就是很不幸 就越來越多老闆相信 而呢 我要說兩件事 你剛才提到 很多老闆都有背景 他做新辦的傳媒 都不太在意 一定是否賺到錢 因為他要達到某方面的目的 就是用我的術語 告訴他 即是領工 你說話很客氣的 楊卿 我說話就是 要邀功 他把報紙 他的傳媒 他的電台電視台 賺到錢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邀功 就是我們為你發了聲 兩件事去看 就是這些人是越來越多 你說港獨這個問題 香港有不同的意見 年輕人可能比較多 但是這個是情緒來的 就是那種情緒來的 是沒有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你同不同意都好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絕對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 不等於你會實行 實不實行 一件事 如果我們訪問的人 就是 或者請上來討論的人 完全都是一面倒的 就是圍勞取暖的 圍勞取暖的 就是你意見和我差不多 我請你上來幹甚麼 就是自己說話也算 就是 不是 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 還有 你不用心虛 其實香港 第一 我有節目講過不止一次 香港人是很滑頭的 很保守的 如果用政治術語說 是中間傾佑比較多些的 所以中間傾佑的人 他要計算過他的機會成本 出來抗爭 出來抗爭 他要付出代價 又被人拘捕之類的 大部分人都是這麼保守的時候 其實香港很穩定 其實很穩定 香港是一個很穩定的社會 儘管你有沒有房子也好 都是很穩定的社會 這個特區政府加上 中共政府為何要這麼害怕呢 只是說幾句而已 唉 他是不是真的害怕 我也不肯定 你還說 他知道北京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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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又不敢跟他說 你不用這麼害怕 我想現在香港的問題就是在這裏 就是我相信香港 我們現在香港政府裏面 我自己看回 很多其實有港大 這個大學那個大學畢業 都是香港土生土長 都是跟我們的背景 可能差不多太遠 你說是否完全忘記了香港是怎樣的 完全不知道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我覺得未變 但是可能他坐到那個位置 就是權力 你上去北京遲遲震 主席叫你匯報 你都不知道怎麼繞一隻手 腳又不知道怎麼擺 不知道怎麼說話 那個是最高權力 那個什麼什麼 多少代多少代的領導人 腳都震了 不敢說一些真話 不敢說一些 其實可能他心底裏面 都覺得不是這樣 正如你所說 香港什麼時候出過一些大的問題 那 那 各樣事情會覺得 上面真是害怕的 真是害怕你香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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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完全忘記了 就是說香港原來不是這樣 香港很多事情自己搞得行的 嗯 這些說話都不敢跟上面講的 那下去就是 上面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我想現在呢 開始 那些人越來越害怕 林鄭呢 其實都是這樣 就是她有一個所謂能力利 就是那個官的意思 CAPABLE CAPABLE 這樣就更恐怖 CAPABLE 那個梁振英 因為呢 你叫她做什麼呢 她都做 她都做 她沒有想一下 那些事情可能 其實對香港不是一定好事來的 嗯 她真的做到 但是就 玩謝了我們 你真是客氣 你覺得 對香港未必是一件好事 好事牽涉於價值觀 我會用的術意 行不行得通 哈哈哈哈 即是逃犯條例 是 根本是行不通 你會呢 最恐怖就是 香港的人呢 即是 害怕呢 是嚇走了 在外地 全世界任何地方 上來香港投資 或者上來香港找生意partner 去回大陸做生意的人 你嚇走了那些人呢 那你經濟呢 就不好 就開始下跌了 下跌對你 香港有什麼好處呢 對中共有什麼好處呢 一點好處都沒有 這些她真的敢不敢跟上面說 對你沒有好處的 因為你這麼多股份 在香港上市 是 你一塌起來 還有你香港是 這麼多大陸的資產 你的資產價格如果下跌呢 你是一種損失 你不是擁有一塊東西 永遠都是值這麼多錢 只值一億 如果去折扣 或者是折扣 或者是 那個價格降低的時候 你變成八千 七千萬 你已經不見了三千萬了 沒錯 林鄭政府是不會 夠膽開聲的 你看到的 這個 可能就是你香港那個 可悲的地方 就是你一個所謂的 國家之下 你香港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 討價還價能力呢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局著就是要這樣 就是這樣殺了下來呢 你就不能選擇呢 這樣 我相信香港人 你說天真有什麼都好 嗯 就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 嗯 就是你 你最初 大陸為什麼想一個兩制 給香港 就是繼續保存什麼什麼 其實都是因為 好實實在在 就是大家都好 嗯 就是是不是要這樣 就是怎麼說呢 不是一拍兩散 大家都傷 大家都傷 會其實有什麼得著呢 整件 逃犯條例 嗯 可能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牽涉到內地 我相信也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可能是牽涉到很多內地的東西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 就是那個殺傷力可以很大 就是這樣說 有些說法 就說 這個在境外 就是中國大陸境外 這些這樣的大陸富豪 或者有些是貪官 部分是貪官 那些資產呢 是達到五萬億到十萬億 不是港幣 是美金的 嗯 OK 現在大陸就是目標的 那三百多件 剛才說有名有姓 說到這樣出來 你就可以公佈一個名單出來的 哪幾個 不要害我們 是 多於大陸的外匯儲備三倍 OK 大陸外匯儲備三萬億多些的美金 OK 大部分投資所在美國 就是多於三倍 但是 就是 就算你拿回十萬億回來 回到救國 香港 美金 香港的價值 哪止 十萬億美金 嗯 是無價 嗯 這個普京今天見到 今天見到 金仔 肥仔金 嗯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他 跟他說 北京有什麼厲害 你是有一個香港 我俄羅斯 不知道多好 多打得 什麼都有 你都給我買 你去香港比我 俄羅斯不夠你中共砌 有些東西 就因為俄羅斯沒有了一個 寶貴的香港 嗯 我不是說香港很厲害 但是很多歷史原因 令香港 變成一個半西方的地方 而西方可以接納地方 很多東西都可以賣來香港 香港出口很多東西 都得到一個認可 嗯 但是現在你親手毀滅它 逃犯條例 親手毀滅 我們的記者是很慘的 我們的記者這樣被人欺負 信心都沒有 老闆經常叫你 港獨的陳紅天 不要 乖放回去 電話也刪除掉它 但是最慘的是你自殘 嗯 我不明白有時候這些事情 劉瑞少讚過我 不是讚過我厲害 他說我想事情是正常 什麼正常 他說大陸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不明白 他說 他說呢 阿斬國陽 正常人都不會明白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一個莫名其妙 你正不正常 哈哈哈哈哈哈 不容易想的 是啊是啊是啊 我們會覺得是 有些事情他們自己都明白 制度都沒有去到那裡 又會覺得 這些這樣的轉變 這麼大的轉變 就是 是會帶來很多一些 完全你估計不到的東西 又會硬去 所以 整件事 你怎麼發展下去呢 就是很難 很不容易估計的 看整個世 似乎就是 世在必行 嗯 但是你看到那種 抗 即是反抗 或者一些公開的 不公開的 又會想一下 如果用常理去想 其實怎樣可以硬闖呢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 想不通 想不通 我真的想不通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的人 是 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戰 即是美國佬天天找你的壞事出來 即是找你的痛腳出來 你還弄多 無端端爆條 這個逃犯條例 修訂出來 我真的不明白 你怕你美國佬沒有彈藥 奇怪 那麼 節目呢 今晚呢 我也很想聊 做很多事情問你 現在 現在紫媒點 這個傳統的傳媒點 還有很多人想入行 還有些人問過 Uncle Toby 即是怎樣入行 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哈哈 因為都晚了 阻礙你很多時候 下次再問過你 好 那 提一提就是 剛才我們今晚的標題 那個 第二次天真 其實今天呢 我也有一些啟發 看到明報那位 明報那位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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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那位 那位 有一篇文章 就是 他寫到 關於 這個第二次 叫第二次 叫第二次 我們叫做什麼 第二次天真 那是 有位朋友 以前也有訪問過他 他就說過 他就是陳景輝 大家記得這個皇后廣場,《天星小麟》的陳景輝 他有一篇文章叫《上未來臨的時間》,《第二次天真》 如果大家有機會,有時間可以去看看他這篇文章 還有一個,我們不知道,有很多年前 我相信你記得劉賓眼說過《第二種忠誠》 現在《第二種忠誠》也沒人提,因為提都多餘 他都不當你這些事情 多謝各位收看,你們繼續捐錢 在節目結束之前,問候陳淑莊 希望他的手術順利,可以早日康復 其實《尼敦道證交所》第一集是訪問陳淑莊 我希望他能夠超過腦科的手術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星期再見 一顆孤星,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 一件單獨的事件,怎麼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 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顆星,串連起來 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 尼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話 就好像天上一顆星星發出的光網 勾劃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 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尼敦道證交所 尼敦道證交所